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表示 随时愿与特朗普总统会面 并重宣布实现半岛无核化意志 金正恩还向韩国总统文在寅 指清的新年贺信 表示 将积极寻求机会访韩 也有报称 金正恩也向特朗普传递了与朝美对华语有关的信函信息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康回应称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过去一年来 朝鲜半岛局势发生重要和积极变化 半岛问题重回对话谈判轨道 北南关系实现全面改善发展 中方充分肯定朝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支持朝方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 坚持和平对话 支持朝美以及朝韩双方连续良好互动势头 继续互视善意 巩固互线 改善关系 推动半岛无核化和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正如习近平主席12月29日 近月通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所指出的 中方鼓励和支持朝美双方继续开展对话 并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希望朝美双方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新的一年能在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构建 朝鲜半岛和平级致进程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 中方将继续为此发挥自己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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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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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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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